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 今天的经文是哈盖书二章十到十九节 哈盖书第二章第十节 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盖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 若有人用衣精兜剩肉 这衣精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 便算为剩吗 祭司说不算为剩 哈盖书说 若有人一摸死尸染了污秽 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 这物算污秽吗 祭司说必算污秽 于是哈盖书说 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 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 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 十五节 现在你们要追想 此日以前 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 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在那一切日子 有人来到古堆 想得二十斗 只得了十斗 有人来到九池 想得五十桶 只得了二十桶 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 我以汉风 煤烂 冰雹 攻击你们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 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 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 仓里有古种吗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 都没有结果子 从今日起 我必赐福于你们 读经到此 今天早上 讲员是我们的汉阳传道 还有讲的题目是 圣洁的神赐福给不洁的人 我们请汉阳传道 各位朋友们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进入花盖书第三讲 多一讲 花盖书就讲完了 你们忍耐一下 你们还记得第一讲 我们讲到说 守信的人 如何得来者被失信的人 第二讲 我们说打气的神 如何得来鼓励丧气的人 所以今天 当你刚才听荣华姐妹 帮我们宣读那段话的时候 你会让你想起第一讲 那个感觉 好像书里头的观念 和第一堂有关系 只是你的观察是对的 今天的第三讲 会给第一堂的那堂讲到 一个圆满的结束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 圣洁的神赐福不洁的人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目上帝 主我们是何等的人 主你知道 我们甚至今天早上 还没来见你的面的时候 主也许我们在路上 我们都犯罪了 也许我们在昨晚 我们也犯罪了 也许我们在这周 主我们得罪你的地方 在心里 在嘴里 在眼里 在手里 多又多 主你察言人心 主你知道我们的不解 不过感谢神 主我们今天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靠着耶稣 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来思想 我们来吵见你 主我们来吵见你的神学是什么 我们来吵见你的动机是什么 主请你恩待我们这段时间 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柔软 让我们的心愿意回应 出你的话语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有位这样的朋友 他的家族生意 是制造豆沙包 豆沙包 所以他从小就看父亲 制造豆沙包 不过我这个朋友很好玩 他爸爸是制造豆沙包的 不过我这个朋友不吃包 打死都不吃包 所以有一次我们他过生日 男生过生日跟女生过生日 有点不一样 女生过生日很贴心的 对不对 一起出去吃蛋糕 吹蛋糕 吃一顿美好的晚餐 男生过生日 当时我们大学里头 过生日是很残忍的 我们几个男生抱着那个生日 把那个包硬硬的塞进他嘴巴里头 因为我们懂他不喜欢吃包 我们就拿他最不喜欢的东西 来跟他庆祝生日 所以谁知道当天他大发雷霆 他真的很生气 所以我们过后就 晒到一半就不敢晒了 因为他真的生气了 所以等他气消几天过后 我们就去找他 我们说 一个包子 一个豆沙包 你干嘛这么生气 而且这是你家族生意 他就告诉我们说 当他懂事开始 他就看他爸爸刺着脚 在家里走来走去 在家里进了厨房 寄了洗手间 过后光着脚 刺着脚 在那个机器上面 两只脚踩 踩 那个煮过的豆沙 变成豆沙 所以从他小时候 就一直这样看 爸爸这样的制造豆沙包 所以他告诉自己 我打死都不吃豆沙包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生日的时候 必要吃豆沙包 要这么生气了 虽然我们听了好笑 不过其实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 因为先知也告诉我们说 在当时呢 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 他们其实有这样一个问题 他告诉我们说 当时他们忘了 肮脏的东西 可以糟蹋清洁的东西 肮脏的东西 可以糟蹋清洁的东西 所以之前你们还记得 我们在讲第一堂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说 百姓们因为神责备他们 对吗 他们就回转了 他们回转 他们开始动工 重建圣殿 预备材料 做计划等等 不过对神而言 这不够 真的不够 因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教不是一个外在礼仪的宗教 基督教是一个谈心的宗教 是一个谈心的宗教 所以在这里 今天哈盖先知要告诉我们说 其实以色列人 他们是行为是有了 不过他们心没有 所以神今天要来纠正 他们的心 换句话说 神今天要纠正他们里头的神学 神要纠正他们里头的动机 他们为什么来重建圣殿 所以今天当你手上有讲义的话 你发现我们讲义会分两大部分 我们先来看这些不洁的人 神要如何的来揭穿 来揭穿这些不洁的人属世的神学 过后呢 我们才来思想 这位圣洁的神 要怎么样的来赐给他们属天的福气 我们先来看 神要如何的来揭穿这些不洁的人 属世的神学 当你看第一堂道的时候 第一堂道哈盖先知的对象就有两个 都是领袖 当时的索罗巴伯和约束亚 就一对二 不过当你看第二堂讲道的时候 那观众群是最大的 因为他不仅仅是对着领袖们 他也正对着所有的百姓们来讲道 不过有趣的是在这里 圣经告诉我们说 哈盖先知他去找祭司们来讨论一些问题 所以这很有趣 为什么呢 假如你是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的话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 不过是我的话 假如我听到风声说 先知要和祭司讨论神学 我不懂你们 我会去听 先知要和祭司讨论一些神学的事情 我会很感兴趣 所以这就是神命令先知去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神很有趣的 他去命令先知去找祭司们问两道问题 问两道问题 我们今天来看那两道问题是什么 不过你会想 为什么神要叫先知去问问题呢 是不是因为先知不知道这些答案 其实不是的 在我们当中有好 我看过去有好几位是教主日学的 所以当你做教主日学或做教导的 你发现很多时候你使用一个教学法 那个教学法就是用问与答的方式来教学 对吗 所以老师们有时候 待会你们会上真言的概论 你发现可能韦华牧师会问你们问题 他为什么问你问题呢 是不是因为他不懂 不是的 他懂 不过他问你问题的原因是 他希望你去想 他希望你做出一个回应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教学方式 所以其实基本上神就是要 哈盖先知做这件事情 他要哈盖先知和祭司们有一个互动 他要祭司们来给予 那个正确的答案 以至于哈盖先知可以做教导的工作 这就是第三堂的重点 有趣的是今天这堂道是9月24号 9月24号 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为什么 因为在三个月之前 足足三个月之前 九十天之前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在6月24号 你们还记得吗 在当天 以色列民 他们开始重建圣殿 圣殿荒凉了16年 6月24号 他们开始重建圣殿 所以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 你想 应该挺不错的吧 那个时候开始筹划的 那个时候开始预备材料 从黎巴嫩那里 运香薄木慢慢地过来 那个时候 大家就开始分工合作 说要怎么样地来动工 开始这个重建的工作 三个月差不多了 我们叫planning stage 叫计划的过程 所以在9月24号 就是这一天 这一天 哈盖先知告诉我们说 这一天是立根基的那一天 所以你想 那个圣殿破烂到一个地步 连根基都要重新再立 否则的话圣殿件不好 你们也许会想 这样不是很好吗 好像事事都顺利 材料预备好了 工作分配好了 这样好像开始 优利根基了 这样你看起来都相当不错 不过其实从神的角度 他不只是要一个漂漂亮亮 一个辉煌的一个圣殿 他更要的是什么 他更要的是 他们建圣殿的心 他要的是他们建圣殿的心 所以他现在要开始 来揭穿一些事情 所以哈盖先知就问 祭司们两道问题 两道问题 可能我要用一些工具 因为我们听 有时候我们听说 听刚才荣华姐妹念 这几节圣经节这么说 有人用衣颈兜胜肉 这衣颈挨着饼汤酒油 或别的食物可算为甚吗 可能你们听不太懂 什么叫做兜着胜肉 挨着饼汤油等等 所以我用一些道具 一般讲道很少有道具 不过今天破例 就是你想 这是我的 当时他们穿的衣服 不像我们今天这样 有两件 上面一件下面一件 当时他们就是一件衣服 所以一般他们拿剩肉的时候 他们会把肉放在他们的衣服里头 就是袖子这里 所以你就想 这是我的 这是比如桌上的饼 好不好 桌上的饼 这是我的祭物 所以当时 他们 哈盖先知问的问题就是这样 他说你想想 这个祭物放在我的衣颈 不过这是我的衣颈 当我的衣颈碰到桌上的其他的食物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问 盖先知第一道问题 他说 若有人用衣颈都剩肉 这衣颈挨着饼汤酒油 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 你看祭司们怎么回答 祭司们众口同声地回复四个字 不算为圣 不算为圣 不过先知继续问第二道问题 他说 假如有人的手 我是死尸啊 这是别人的手 有人的手 摸死尸 给染了污秽 他的衣颈呢 仍然摸着这些食物 这食物污秽还是不污秽 你看祭司们怎么说 祭司们又是众口同声地回应 四个字 他说 必算污秽 必算污秽 所以在这里 哈盖先知在告诉 以色列人 还有祭司们什么呢 他告诉他们说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罪有传染性 罪的传染性 比圣洁的传染性 还来得严重 我们英文说 罪是更伤害的 这就是哈盖先知 要带出来的那个功课 所以当你看 中文圣经的时候 其实我很感谢主 中文圣经和本翻译得很好 他用四个字 祭司们他们每次回应的时候 都是用四个字 不算为圣 必算污秽 他们为什么这样翻译呢 其实我在猜想 当他们翻译的时候 他们是在从原文里头 找出那个重点 当你看原文的时候 很有趣的 原文不是四个字 原文只是一个字 所以每当祭司回应的时候 他们只用一个字 回应 所以当他们用一个字 回应的时候 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说 祭司们很清楚明白一个道理 哈盖先知所问的问题 不是一个灰色的问题 是一个黑和白的问题 黑和白的问题 所以假如我要翻译的话 我可以这样翻译 我可以说 哈盖先知问祭司们律法 若有人用衣井兜剩肉 这衣井挨着饼汤 酒 油 或者别的食物 便算为剩吗 祭司们说 不 哈盖又说 若有人因摸死丝 染了污秽 然后挨着这些食物的 哪一件 哪一样 这食物算为污秽吗 祭司们说 这就是希伯来文 要带出那个重点 所以你要明白 祭司们很清楚一件事情 他们很清楚知道说 哈盖先知所问的问题 那个答案是什么 那个答案是什么 所以那个关键是在于什么呢 他们知道说 当一个圣洁的东西 按照旧约的律法 当那个祭物碰到祭司的衣服的时候 那个衣服成为圣洁了 不过当那个衣服碰到别的食物的时候 别的食物不会成为圣洁 不过反过来说 当一个人摸了死丝 使他的衣服肮脏了 他的衣服碰到别的食物的时候 别的食物也肮脏了 这就是先知要带出来的观念 他告诉他说 告诉祭司们说 你们忘了一件事情 你们忘了说 安脏比圣洁 来得更有传染性 Sin is more contagious than holiness 前几周我去探访一队老人家 所以我约他们一点钟 所以我十二点半到他家 他家楼下有咖啡店 所以我就感谢主 我有半小时吃饭 吃了饭就可以上去楼上找他们 所以去到咖啡店就选选选 有鱼片汤 好了很久没吃鱼片汤 就买鱼片汤 吃吃吃不是很好吃 不过还是吃完了 喝汤半碗喝不下了 就不要喝了 这样我就吃完了饱了 我就上去楼上探访着老人家 这样我就问那个老人家 我说 没有老人家问我 说你吃饱了没有 我说好吃了 在你家楼下吃饱了 这样那个老人家就问我 你在我家楼下吃什么 他说 好像不太对劲 我说 我在你家楼下吃鱼片汤 你吃鱼片汤 我说 惨了 真的惨了 我就问他 你家楼下鱼片汤不能吃 他说 我们家是不吃我家楼下的鱼片汤的 我就说 真的真的惨了 我就问他 我很好奇了 为什么你们家不吃楼下的鱼片汤呢 他说 我们的邻居 有人看到这个摊位的主人 经常这样做 我说怎么样做 他说 有人把汤 吃完 料吃完了 还有 剩下里头 还有一些汤 对吗 他为了环保 把那个汤 倒回去那个锅里头 再继续炖 继续煮 这样不要浪费 那是我吃了 刚刚吃完了 再我就要多祷告 不过 我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假如你今天知道 这个汤位是这样煮鱼片汤的 这样这个汤位的主人说 我要把这个汤位顶出去了 这样你很有兴趣 接手这个鱼片汤的生意了 不过有人告诉你 他是这样煮的 当你顶过来的时候 他说锅啊 什么都卖给你了 都给你 你会不会大喜特喜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把 可能有些人说 我喜都不要喜 我全部换新的 因为太恶心了 对吗 不过你要省钱的话 你就真的大喜特喜 你要把这些锅啊 什么器具 全部洗清洁 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呢 因为你制造这个观念 你明白那个观念 对吗 那个观念就是 安葬的东西 比清洁的东西 更有传染性 这就是哈盖先知 要告诉祭司们的 这就是听众们 当时以色的人 他们在听的时候 说 啊 OK 不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哈盖先知怎么说 哈盖先知在第14节说 耶和华如此说 这民这国在我面前 也是如此 你看到没有 哈盖先知在控告 这些百姓们说 你们这些民 在耶和华面前 也是如此 你们手下 所做的每一样工作 也是如此 你们甚至在坛上 所献的击物 也是如此 所以哈盖先知在告诉 以色列民说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当你们为我做工的时候 你们肮脏的手 玷污了 清洁的东西 你们肮脏的手 玷污了清洁的东西 你们会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生命 因为生命 他们的生命败坏 他们的生命邪恶 他们以为 他们败坏的生命 邪恶的生命 来到圣殿的时候 碰一碰圣殿的根基 碰一碰圣殿里头的击物 参与圣殿 重建圣殿的工作 就可以使他们圣洁了 这是他们侍奉的神学 不过哈盖先知告诉你说不是 相反的 你会使圣殿玷污 相反的 你会使你所现的基物玷污 相反的 你会使你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 暗藏 因为你里面是暗藏的 你带着一个错误的观念 你带着一个属地面的观念 属世界的一个神学 来侍奉神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担心什么呢 我们担心的是 在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 在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 你或许会想 我每次来参加崇拜 就是多基点德 我每次在奉献带里头 放一点钱 就是多基点德 或许你会想一天 可能你死了 你去见神 神会问你一道问题 神会问你说 你为什么可以进天堂 你为什么可以进天堂 假如你这么回答神的话 我会告诉你 神是不让你进天堂 你告诉神说 神啊 你一定要让我进天堂 因为我已经来教会四十年了 超过两千次的崇拜 神说我不让你进天堂 或许你会告诉神说 神一定要让我进天堂 因为我奉献很多很多很多钱给你了 所以你一定要让我进天堂 神说你不进天堂 或许你会告诉神说 神一定要让我进天堂 因为我在教会里头担任 大大小小的侍奉岗位 神说你不可以进天堂 或者你会甚至跟神说 神你要让我进天堂 因为我带领多少多少多少人来信耶稣 神说你仍然不能进天堂 因为进天堂不是靠你自己的 你带着一个错误的神学来教会了 你带着一个错误的神学来教会 所以你说我怎么样可以进天堂呢 进天堂只有一个途径 你一定要信耶稣 今天我来教会我参与侍奉 今天我来教会我参与崇拜 今天我来教会我甚至奉献钱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我可以得到我的救恩 是因为神先把救恩给了我 神救了一个这样肮脏 这样误会的一个人 使到这个人里头存感恩的心 说神感谢你 感谢你救我 因此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出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你 救恩是先给我的 我不是在得我的救恩 所以弟兄姐妹们要纠正我们的神学 我们来这边不是得救恩 我们来这边是回应神给我们的救恩 这很重要 不要像一些人这样 他们以为渐渐圣殿 筹一筹款 累积一些材料 这些东西会使他们圣洁 不是的 这些东西反而他们会使这些东西 暗藏 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想法 我们的今天的想法 知道我们来这个地方 唯一的途径是耶稣 真的只有耶稣 真的只有我信耶稣 我就上天堂 我信耶稣 据我这个罪人 神的门 天堂的门为我打开 这是唯一的理由 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不信主的朋友们 你们常常会听人家这么说 人会在外头说 每个宗教都一样 对不对 每个宗教都一样 都是教人学好 其实不是的 这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 当你真正认识不同的宗教的时候 你发现 每个宗教都不一样 没有一个宗教是一样的 我给你一个例子 某个宗教它强调的 那个中心点是苦难 苦难 对这个宗教而言 人生最大的问题呢 是痛苦 所以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痛苦的根源是我们的牵挂 是我们里头的欲望 所以当你认识这个宗教的信徒们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我人生的目标呢 就是要铲除里头所有的牵挂 把我里头的所有的欲望去掉 当我一天可以没有牵挂的时候 当我一天可以没有欲望的时候呢 我就脱离了今生的苦难 所以什么叫牵挂 什么叫欲望呢 你对几样事情有牵挂 所以你要把它一一地切除掉 你对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有牵挂 你要学习把它切除掉 你对你的孩子们有牵挂 你对你的父亲 你的母亲 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你甚至对这个世界 有牵挂 有欲望 所以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既然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 你的工作是 你要把这些牵挂 这些欲望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切除掉 你就没有痛苦了 你就可以脱离苦海 你就可以脱离苦海 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是吗 真的是这样吗 不过很讽刺的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一天把 你的丈夫 你的孩子 你的妻子 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们 这些关系 所有的关系都切除掉的时候 你发现 你制造了更多的苦难 你是那苦难的源头 你使到你的丈夫 妻子痛苦 你使到你的孩子痛苦 你使到你的父母亲痛苦 你使到你的朋友们痛苦 每个宗教都一样吗 不是 不是每个宗教都一样 在我们这年头 有另外一个 很主流的想法 那个想法 很注重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所看得见 我们所摸得着的 自然界的东西 我们叫做物质 我们叫物质 所以这年头人 看中什么呢 看中我所看得见的房子 看中我所摸得着的 钞票 看中的是我所闻得到 那香喷喷的佳肴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 今生所追求的 他追求的是 今生他的感官体验 我们英文叫 sense experience 他追求一种体验 体验就在公寓的经历 追求有一个豪华车的感觉 追求餐餐在那种 很好的餐馆里头 享用晚餐的那种经历 他们觉得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我的人生就会快乐 我人生最缺乏的是什么 我人生最缺乏的是物质 有了物质 我就快乐 真的吗 真的有了物质就快乐吗 我告诉你 我看过有钱的人 很有钱的人 住在五十字马山的一个公寓 那公寓可以买 好几百栋的HDP flat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他不快乐 世界上第三最有钱的人 叫霍伦巴菲的 Warren Buffett 很多人都晓得 假如你要花他的钱的话 有人这么计算 你要花他的钱的话 你每分钟要花七千块钱 对姐妹们来讲 是个梦想 每分钟可以花七千块钱 不过我给你花一个小时 你可能还觉得挺爽 你要花到你死 到你老 这是很挑战的事情 你要买几个LB bag 我不知道 不过你每分钟买两个LB bag的话 你的家都装不完 用也用不完 不过你想 你听听看 他一天 这位有钱人在一所大学 他给一个演讲 所以当时呢 他就告诉这些大学生 他说 我认识很多很有钱的人 霍伦巴菲的 全世界第三有钱的人 他应该很开心 对吗 不过他告诉你 他说 我认识很多很有钱的人 不过他们很不开心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 物质不会带给我们快乐 真的 真的物质会带给我们快乐的话 这些世上很多很有钱的人 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不过霍伦巴菲的 看到他周边的人 他们很有钱 不过他们一点都不快乐 他们一点都不快乐 所以到底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苦难 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物质 有没有比一个 比苦难还有比物质来得更大的一个问题呢 包括这两个在里头 物质的缺乏是挺痛苦的 对吗 当你穷过的时候 你就知道物质很重要 当你病过 当你伤心过 当你痛苦过的时候 你知道苦难很重要 不过我告诉你 这些上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包含了物质的缺乏 这个问题呢 也包含了苦难的存在 苦难的存在 这就是基督教的概括性的问题 基督教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个问题影响了全人类 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影响了全人类 这个问题也影响了整个大自然 这整个大自然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罪 罪是什么 罪是我们人的罪了创造我们的神 所以当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想 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使我们的道德败坏 道德败坏 不过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圣经说是 从某个角度 罪来到世界上 使我们人 人活在罪中 活在黑暗当中 这是对的 不过罪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有个更大的一个后果 后果是 整个自然界 也 罪落 罪入在罪的当中 我怎么看得到呢 当你有机会回家 看《创世纪》三章的时候 你发现 神怎么告诉亚当 神对亚当说的话 你听 他说 你自己听从你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 你不可吃 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 受咒诅 你听好 地必为你的缘故 受咒诅 过后 上帝接着说 地必为你长出 荆棘和吉利来 Torns and Thistles 所以上帝要跟亚当说什么呢 上帝要跟亚当说 你不要这么天真 你不要以为 你犯罪只是影响 你和你的太太 你知道一点吗 当你得罪了创造主的时候 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罪影响了整个大自然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苦难 为什么会有台风 为什么会有地震 为什么会有干旱 因为罪来到这个地界世界上 罪玷污了这个世界 所以记得吗 当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它不仅仅影响了我们人类 罪也影响了整个宇宙 罪也使得我们缺乏 罪也使得我们人生有苦难 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这就是基督教要谈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 要想 要想一天 我们都要去见神 我们既然是被造的 我们要去见造我们的神 当我们去见造我们的神的时候 神在天堂那里 他问你 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 唯一的答案 唯一的一条路 唯一的途径是 因为我信耶稣 因为我信耶稣 为我这个罪人死 因为耶稣为我这个罪人死 让我这个罪人 可以永永远远地活 这是我们要信的 这是耶稣要我们去相信的事情 过后呢 我们先知们 他先知 他该先知继续教导祭士们 他告诉他们说 是的 这是你们的问题 不过你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吗 我按着一个错误的动机 一个错误的神学 来重建圣殿 不过他该先知 有没有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建殿 把这个圣殿铲平 我不要 上帝不要你建这个殿 没有的 你看先知 怎么继续告诉以色列民 告诉祭士们 你们当做什么 所以在这里呢 他该先知 要他们去想三件事情 要去想三件事情 要去想神在过去 如何的管教以色列民 过后 他该先知 要以色列民想 神现在要你做的事情 最后 神 要他该先知 告诉以色列民说 你要去想 以后 神要给你的祝福 当你看西伯来文的时候 是很有趣的 为什么 因为 当他用想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用追想 对不对 我们会去说 OK It's a think 不过当你读 西伯来文的时候 它 它是基本上是这样的 他告诉你说 这是你的心 他该先知告诉 祭士们 还有以色列民说 你要把你的心 放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追想的意思 你要把你的心 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天天我们都在想 对吗 不过当 当你把你的思想 放在错误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有错误的感受 你就发现 你有错误的意志 不过当你把你的思想 放在正确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正确的思想 会给你正确的感受 这个正确的感受 会给你正确的意志 Your mind will drive your emotions Your emotions will drive your will 这就是 哈盖先知 要告诉 祭士们的事情 所以 哈盖先知 告诉祭士们 说我们先来想 我们先来把 我的心 放在 过去神 给我管教 所以当你读 15、17节的时候 你看神 如何的来管教 以色列民 哈盖先知 在解释给他们 他说 你曾经去过谷堆 在那里 你想得 20斗的稻米 谁知道 只有10斗 你来到酒池 你想得50桶 谁知道 只有20桶 你手下 所做的工作 神以汉风 以煤烂 以冰袍 攻击你们 你们却仍不归向我 所以这是神 接着哈盖先知 告诉以色列民的 告诉他们说 你要知道 你曾经按着 一个出入的神学 来亲近主 神怎么样的对待你 神有纵容你吗 神没有纵容你 神管教你 当你去 做百分比的时候 你发现 这个百分比挺糟糕的 当你看麦子的 收成的时候 收成只有50% 当你看葡萄的 收成的时候 葡萄收成只有40% 不过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以色列民 这就是哈盖先知 要以色列民想的事情 神要他们把他的心思放在神的管教 神要先知们 神要以色列们好好的去想 神为什么要管教你 这很重要 神为什么要管教你 因为神要把你挽回来 神要把你带回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给我们很多自由 对吗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 都有很多自由 不过当我们 烂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 当我们烂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会发生 神要管你 假如你是他的孩子的话 他一定管你 我们在这里 每一个做父母亲的 你的孩子调皮 你孩子做坏事的时候 你一定要管他们 你一定会管他们 自然而然的 因为他和你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所以同样的 当我们和神 有个特殊的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 神要管我们 神要把我们带回来 所以也许在我们当中 有人已经开始经历这样的管教了 他按照一个错误的动机来教会 他过着一种 我们叫做双面人 他周一到周六 他是一个样子 他拜天是另外一个样子 他周一到周六是一个样子 他拜天是一个样子 我告诉你很多基督教的家庭 为什么基督教的家长 很难带孩子信徒 因为孩子看到这两种人 孩子每一周看到两种人 他看到拜天 父母亲去教会的时候 哈利路亚赞美主 神多好多好多好 在周一到周六的时候 这个神完全不存在的 反而他们做的是 非信徒 比非信徒还糟糕的事情 不过到周六过后呢 又回来 哈利路亚 神多好多好多好 周一到周六呢 神是不同在的 我告诉你 我亲身 有一位姐妹这么告诉我 父母亲在教会 在这里 父母亲在这里 的一对父母亲 他告诉我说 我父母亲呢 从小到大 没有提过两个字 在我的家中 我们就问他 什么字 耶稣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假如按照这样的一个神学 来参加崇拜的话 神不惜约你 因为神不惜一个虚伪的人 所以听众姐妹们 让我们好好地来思想 今天我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来敬拜主 假如主真的对我这么重要的话 周一到周六 主仍然是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 周一到周六 主是这样的一个虚假的神的话 我告诉你 你真的要去想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主到底对你多么的重要 不过哈盖先知没有停留在这里 哈盖先知继续说 他说你不要只把你的心思 放在神的管教上 神要我们做第二件事情 神要以色列民 把心思放在现在的工作上 你看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先知怎么说 他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 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 追想到利耶和华根基的日子 所以在九月二十四日 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他们筹划了多久的 筹划了三个月 终于可以开始立根基了 神要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好好的来想 你们立根基的这个日子 换句话说 神在告诉他们 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很多人会想 神既然你讲我的动机不好 我就不干了 特别假如在教会里头 都是这样的 假如我讲了这堂道过后 可能在当中有人说 黑暗床让你骂我 你骂我下礼拜不要来教会了 你骂我下礼拜我就不要奉献了 你骂我下礼拜就不要侍奉了 我告诉淫平 我什么都不要做了 因为传道人骂我 我告诉你 不是的 上帝说什么呢 上帝说你要继续做工 崇拜要继续来 侍奉要继续做 你要做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继续做 不过神要你做什么 神要你用一个新的动机 一个属天的一个神学 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 来做这些事情 那个心态是 耶稣救了我这个罪人 我来这个地方 是回应神给我的爱 神所为我付上的一切代价 这是那个心态 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 以色列明说 你要继续 你们要继续做这个 立这个圣殿的根基的工作 因为 你要用 只要你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来做的话 这个工作呢 要继续做下去 这是第二 第二方面 神要以色列明做的事情 把心思呢 放在现在要做的工作 不过神还没有完 神告诉他说 你要把你的心思 放在以后的祝福 你看十八节怎么说 十八节说 苍里有古种吗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 都没有结果子 从今日起 我必赐福于你们 当他该先是在讲 这堂道的时候 已经是我们的十二月份了 假如你有机会 十二月份去以色列的话 会经常碰到一个事情 一件事情 就是下雨 你记得吗 我们说以色列的季节 很容易分 六个月的雨季 六个月的干旱 所以几时到几时 十月份到三月份 是雨季 常常下雨 四月份到九月份 是干旱的日子 所以假如你要去以色列度假的话 不要在雨季的时候去 天天下雨 很多地方不可以去 你要在干旱的时候去 四月份 三月份到九月份 那个时候是比较好 很热 不过什么地方都可以参观 所以在这里呢 什么事情发生 十二月份 已经事情做完了 你是以色列民 他的仓谷里有种子吗 没有种子了 为什么没有种子 因为都撒了 都在土里了 撒在土里的时候 有多少果子 这是没有人知道的事情 对吗 不过这就是哈盖先知 大胆的事情 他告诉以色列民说 假如你们按着一个正确的心态 来朝见神 神要赐福于你们 神要赐福于你们 神要的是什么呢 神要的是 我们从里面到外面 尊主为大 神不要的是 我们在外面尊主为大 神要的是 我们从里面到外面 我们尊主为大 主真的大吗 这样的话 主不是在主日大而已 主在周一到周六 都是大的 主在你的家中大吗 是 不过主也在你的工作 主也在你的私人时间 主也在你的朋友当中 也是大的 这是神要我们注重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抓住神的应许 神告诉我们说 祂要赐福于我们 所以当以色列民 他们听到这个祝福的时候 他们会想起 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以前 神给一个人的一个应许 那个人叫亚伯拉罕 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呢 他在招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 他告诉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本家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你听好 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必赐福于你 我必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哈盖先知告诉以色列民的 神要怎么样祝福你 神要祝福你 好像他曾经祝福亚伯拉罕一样 你们仍然要成为大国 你们要成为 你们有大名 你们要使世界上的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百姓 应证你们得福 这是神给以色列民的这样的一个祝福 这样的一个应许 所以同样的 各位姐妹们 我们今天的应许应验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应许应验了 这个大国是什么呢 这个大国就是 耶稣基督来开始这个新的国度 所以换句话说 更简单的说 我们说基督教的国度 这个国度使万人得福 不过它是从一个名开始 那个名是以色列民 那个名是以色列民 所以当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 我讲到我的朋友对吗 他爸爸吃着脚 逛着脚 去采那个豆沙 脏脏的东西 玷污了清洁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懂 我们都晓得 在我们天天生活里头 我们会分开 脏脏的东西 不可以碰 清洁的东西 不过你晓得 刚才你们读的 起因经文是相反 有个女人 她患了12年的血漏之症 从一个当时的人 来看这个女人的时候 这个女人是脏脏的 她是误会的 她是不洁净的 不过那个女人 有个想法 那个女人的想法是什么 那个女人的想法是 我是脏脏的事 不过她是清洁的 她是圣洁的 所以我相信什么 我相信这位她 这位耶稣 这位圣洁的神 她可以使我里头的 脏脏去除掉 她的圣洁 可以取代我的脏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 在这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呢 只要是清洁的 被暗脏的碰着 那个清洁的东西就变脏了 不过这个老姐妹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说 耶稣不一样 耶稣是相反的 当你存信心 说神我存信心 我要摸着你 我要摸耶稣 用我的信心来相信说 耶稣你的圣洁 你要归给我 我的安葬 要归给你 这个女人 她的信救了她 你听耶稣怎么告诉这个女人 她说 妇女啊 女儿啊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所以在我们当中的 弟兄姐妹们 恳求你 恳求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自己 我们像这位妇女 在这些上 我们只有她 只有耶稣 才能做这件事情 只有耶稣 可以使我们里头的 脏 清洁 只有耶稣 可以承担 我们里头的脏 把我们的脏 归给她 她的好 她的清洁 她的圣洁 归给我 我没有别的东西 你不碰耶稣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碰每样东西 都是脏的 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来碰圣殿的时候 圣殿很脏 他碰几乎的时候 几乎很脏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神 神才是耶稣 所以今天是一个 好的悔改日子 假如我按着一个 不正确的神学 一个属世的动机 来朝见神 来做这些事情 今天是一个悔改的日子 今天也是一个蒙福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得平安的日子 是一个罪得赦免的日子 求主帮助我们 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一个合乎神的神学 来朝见神 就如同一首诗歌 他有这么说 他说 主啊 我今日来 求你用你的宝血 洗净我 洗净我一切的罪物 弟兄姐妹们 只有耶稣圣洁的血 才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物 我们来祷告 听不上帝 主我们感谢你 主你知道我们是 安葬的 我们在外表 主也许我们 清清洁洁洁 不过 主我们在心里 我们想的东西 我们 渴望的东西 我们 贪恋的东西 主很多时候 我们不告诉别人 我们也不敢告诉别人 甚至我们 最亲的人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孩子 不过神 你采怨人心 主你知道 你知道我们里头的安葬 你知道我们里头的罪过 主我们 恳求你 恳求你 是给我们一颗 为凯的心 让我们晓得 在这世界上 就有如这位妇人一样 他看了这么多的医生 没有一个医生 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不过当 他拿了小指头 碰了碰耶稣 他的信心 救了他 他的污秽 给了耶稣 耶稣的圣洁 给了他 主我们恳求你 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主让我们存这样一个信心 存这个妇人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来到耶稣面前 说耶稣啊 求你救我 我今天来 主我求你 用你的宝血 来洗净我 让我体会 这个救恩 这个救恩的甜美 让我因此 在以后的人生当中 当我 所谓 当我为主 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主我都是 存感恩的心 我不是要得着我的救恩 我乃是要回应 主所给我的救恩 我们将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谢谢阿远传道 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来回应这个信息 289首 金来救主 289 三分之2 proyecto 在哪ом 没有 我们